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等等 你不要吓到人家 不要吓人家 哥哥 来 哥哥 哥哥 有新朋友 快点 哥哥 哥哥 来 哥哥 等等 你不要去吵人家 你等等 你不要去吵人家 等等 不行 不能打架 你可以 不行 不行 不可以 好 等等 好 我先喂你们吃乐乐 来 你先去那边吃乐乐 你不要吵 过去 过去 哥哥 哥哥 来 吃乐乐 哥哥 你要乖 我带妹妹回来陪你 这样子你以后就不会孤单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妹妹来 妹妹 以后哥哥会陪你 会照顾你 好了 好了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好好 乖乖乖 要好好相处 好不好 好了 好了 我不在家 你们要乖乖 好 乖乖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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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走 好了 来 乖乖 乖 好 时间到 老师有一些想法 我们先请老师来跟你们讲一下 我好想知道 你为什么之后改成这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 发现 呈现不出来我们想象中的画面 我觉得我现在 我看你们新的表现 我觉得我看到是一张照片 我没有特别觉得 它是一个流动的影像 那如果说在我你们之前原本的剧本 我觉得它是一个影像 而且里面很多情绪 你的宠物要离开了 你会有很多的情绪的 我觉得它是好看的 那今天你们选择 你们打了一张安全牌 但是在这个领域没有人在打安全牌的 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拼的 要去激发你们的潜能的 我觉得你们动物都演得很好 但是我没有感觉 说实话我有后悔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心里想说 你们才演一次 你们就说你们不行 你们要换A方案 可是我内心就是很想要再试 可是大家都跟我说 凯蒂不行我演不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内心有点点被煽动了 可是我在想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这次还有更有想法 或是更有力量去说服其他人 我觉得这是我在上一个环节 我有缩体舞蹈